古代西方人擦屁屁的方式有多奇葩 首先,造纸树是咱们中国发明的 比较迟才传入欧洲 早先西方人也没有测职 在古罗马之期 古罗马人就有了开放型的公共厕所 他们把海绵包裹在棍子的一头用来擦屁屁 这东西长得像我们平时用来洗杯子的杯刷 因为当时的海绵比较贵重 所以都是循环使用的 在擦完屁屁后 他们就会把这海绵刷放回装满盐水的池子里 浸泡消毒,方便下个人使用 然后海绵刷的棍子其实是比较长的 一个人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你可能还看得到 两个男人互相帮忙擦屁股 我们就把它称呼为 团结友爱的罗马师上厕所 接着,中世纪末的法国人 则喜欢用麻绳来擦屁屁 他们在厕所的梁上绑上一根比较长 能够吹到地上的麻绳 在使用的时候 就把麻绳夹在菊花下 前后拉扯,摩擦 来达到清洁屁屁的目的 这就像男生们洗澡 喜欢把搓澡精置于快下 来回搓洗的样子 因为麻绳也是雇用的 所以跟麻绳国王擦完了王后擦 王后擦完了大臣们接着擦 我们就把它称呼为 他们的法国市上厕所 在15世纪以前 英国王室擦屁屁 用的则是新鲜的鲑鱼肉片 他们认为 鲑鱼可以除臭和消质 鲑鱼也就是我们平时吃的三文鱼 很贵的那种 这英国王室可以说是非常土豪了 也是一个情绪不稳的日本人路过 我们把它称呼为 奢华的英文师上厕所 在原始乌语庄记载 日本皇族是用蝉的翅膀来擦屁股的 蝉的翅膀很硬 一般要想把它们放到温水里 泡上个三天后再使用 不过蝉鱼那么小小一块 就是不知道它们怎么擦的 才能保证不蹭到手上去 我们就把它称呼为经济型的日本师上厕所 最后一个 印度人的擦屁屁方式了 我就不说了 反正你们也懂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做证ified 蛔 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